多謝大家收看Man哥的頻道 請大家多多支持Man哥回大陸發展 再創一片天空 多謝 Hello 今晚Man哥來到這裡 就是嶺南購物城 最近聽到這裡附近 有這個城 裡面有很多潮物、潮玩 特別的東西 所以今晚Man哥就來這裡 見識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看看有些什麼 吸引大家的 大家一起進去看看 來到廣州潘嶼 我們居然在這裡可以看到一輛香港的的士 它的牌是OK的牌 我覺得這輛真的很有趣 紅色代表我們市區的士在香港 但是整條街 你看看後面 它完全是模仿一條真實的街道來建造 有不同的酒吧、特色區 裝修得美來美活 附近也有一些不同的私家車、電單車 或者是有一些公營地盤車 什麼都有 但是我們看到這裡有些 舊式的 我們以前經常說的卡式帶 CD 這些我們以前都經歷過 我們從黑膠碟 跟著上面那些卡式帶 跟著到CD的時代 都經歷了十幾二十年 Mang哥曾經經歷過這時代 舊款的唱機 就是用卡式帶 跟著下面那一部就是CD機 這裡有幾部好像舊款的攝錄機 有舊式的菲林 小朋友可能沒見過那些菲林 這些就是菲林的相機 還有一些即影即有的相機 舊的電子相機 還有一些錄影機 你看看這裡 即是完全把一些古舊的東西 真的放出來 嘩 那邊的照片是有些即影即有的相機 所以這裡的地方 其實都很令人有回憶 和懷念在這裡 嘩 這裡有個沖江炸蟹 這樣 哈哈 是啊 OK Hello Hello Man哥來到這個嶺南的商業城 你看看這條商業的大街 完全有些香港車牌 香港車的特色 是放在這裡被人拍照的 附近也有一些很新穎的 即是髮型店 一些不同特色的酒吧 店舖 剛才我們就參觀了一間很特色的 即是舊的攝影店 和一些以前文化的那些 接著這條 整條街呢 你看看 那些東西吃地方 啊 那些裝修裝飾 舊的 電單車 這樣 後面都寫著王家特工的 那 這些 這些 舊的mini cooper 也很流行 舊版的 整個地方 你會感覺到 有一個很青春時常的特色 啊 那也有些小朋友在這裡 玩得很開心 啊 是 所以 看到這裡 哇 你看到那裡 又另一個紅燈龍的飲食區 那邊呢 晚上又可以有些食肆在那裡 等一會兒 MAN哥帶大家去看看 那整條街呢 都是很多年青人 那在這裡 打卡 拍照 拍照 啊 遊玩的地方 哈嘍 來到這裡 網紅文化這個商業區裡面呢 這條網紅街呢 後面有兩隻 類似啊 就是變形金剛裡面的 阿柏文和大黃蜂 那麼 但是其實就不是很像的 那麼就看到 但是都很大件 好潮啊 都是鐵來的 嘩 不過喜歡變成金剛那些 看到這些就很開心的 你看到後面這條街 都很多 類似我們香港的車 那樣 那麼 整理了車牌啊 整理了什麼 沿途都很多那些 真是遊人過來這裡 打卡 拍照 那麼這裡其實很多店 這邊有一些店未開的 都一直都招商當中 所以現在呢 很多人過來這邊呢 真是一個 新的商業區 這裡越來越多人過來 打卡 拍照 玩 吃 哈嘍 後面你看看 多旺多熱鬧 今天是五月一到五月呢 就是勞動節 它在這個商場裡面呢 都有一些音樂表演的 那麼另外它一個很大的主題呢 就是勞動節呢 加許啊 那些送外賣的小哥 那麼送外賣小哥呢 其實這裡呢 剛才看到很多照片 都是有美團啊 那些在那裡的 他們都很欣賞美團的小哥 勞動節 很用他們的努力 去支持這個社會 所以呢 我們凡事啊 正面地看 所有東西 他們有互出 就有回報 所以現在整個社會是很進步 正啊 嘩 嘩 嘩 哈囉 MAN哥就發現有一條小食街 這裡有點像台灣台南的地方 有些炸雞啊 每一檔口都有很多不同特色的小食啊 雖然現在MAN哥節食當中 但是看到這些小食呢 真的會流口水 大家拍一下這些小食啊 真的很多種類 一條街大概這裡呢 有三十幾四十檔啊 國內最流行的小龍蝦 這樣子 那麼這些周黑鴨啊 是啊 那麼四圍啊 都有很多各種各類不同的食 剛才我也看到一些 香港的水蒸泊仔糕啊 那麼很多不同有台灣的味 有香港的味 有東南亞的味 各樣都有 如果喜歡吃東西呢 來到這些地方呢 嘩 真是吃不停啊 那麼 唉 見到也聞到也很香啊 MAN哥今天在橋上面和大家看風景啊 同時間呢 大家看到香港 晚上有一宗消息呢 就是我們香港電台的女記者 吳中吳西的印度人 是不是印度人 我不知道她是哪個國籍啦 尼君小姐呢 就正式被 香港電台解除這個合約了 簡單來說就是炒友啦 大家看到 李小姐呢 她之前呢就是無線新聞的記者來的 轉過來香港電台啊 但是香港電台呢 是收政府錢 出政府糧的 大家看到黑暴期間呢 她叫特首 麻煩啊 特首港人話啦 這句說話呢 令到我們 她所謂的香港人 我們都是香港人啦 我們正宗香港人 八百多年來 在香港逗留到現在 不要你們 麻煩你們 不要影衰香港人啦 香港人 沒有那麼沒有禮貌 還有沒有那麼沒有廉恥的 所以 自從我們新的廣播 處長上台之後 整頓香港電台了 你看到她很多的 即是所謂的黃絲的高層啊 都逐漸離職 因為他們之前呢 指著自己 好像幫香港人發聲那樣 但是一直是這樣搞亂香港呢 例如她請誰啊 請王喜啊 頭條新聞的節目啊 抹黑警隊啊 所以Manko也帶了幾次隊 去香港電台那裡抗議 為什麼一個香港電台 收政府工資 就是不停地出賣香港人的呢 我們說他們才是出賣香港人 因為他們 完全是挑戰政府 挑戰我們國家的管理 挑戰搞亂香港 煽動一些人出來去反政府 這個吃碗底反碗面 吃碗面反碗底的香港電台 我覺得現在正正是真的要 修復和去改變他們 原有的思想 出政府糧的麻煩 真是幫政府 建設回這個社會 搞好我們這個 真是香港裡面的 氣氛 你看到現在 他們真是利君啊 正式被炒友了 王喜永不錄用了 正正是 真是改變到現在 香港電台的氣氛和思維 王喜說 我追擊王喜那時候 他就說我們都是警察出身 為什麼我會幫警察去說好話 為什麼我會撐警 因為 香港 唯一 香港警察去執行法治 去管治或者維持治安的紀律部隊 不同你啊 你叫那些市民去打擊警隊 去令到什麼黑警要死全家 現在我們都是有下一代的 警察都有子女 不是你這樣啊 去煽動些人啊 去抹黑我們警隊 要我們警隊的家人 上、中、下、三代都會死掉 沒有你那麼刻心啊 香港 我們警隊就是靠我們警察去守治香港 守護我們香港 同時間 香港電台 是收我們政府人工 是收納稅人的錢 是應該去搞好我們香港 去真是好好去為政府服務 才是香港電台 所以我覺得這次呢 炒啊利君啊 是一個很明顯很好的決定 不要讓那些人真是 乘機去真是搞亂香港 借一個我們收政府錢的電台去搞亂香港 那這家新聞呢 我覺得今天呢 是一個最好的事件了 多謝大家收看Man哥頻道 請大家多多支持Man哥回大陸發展 再創一片天空 多謝